天大的好事 什么好事啊 因为铲除天桥有功 所以我向天昊请求 取消你剑吉 从今以后你就是自由之身了 想干嘛就干嘛了 不用在这儿喂马了 而且天昊也说了 不再追究你霍都山之事 你看圣旨 圣旨 你 你什么意思啊你 没意思 你没意思是几个意思 你以为这东西还好弄是不是 你以为谁都有这么大面子呀 你以为这轻飘飘就可以弄到了呀 你要怎么样 要我谢谢你 怎么就不应该了 你也不想当马奴啊 也不愿意喊我主子 现在就碎了你的心愿了 你怎么还板上脸了你 然后呢 还我自由 你好和赵兰芝成亲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本就不知自己从何处来 更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 我不是奴隶 我自己的身世 我自己会解决 用不着你替我关心 疯了你 你 快 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听话 你也不用伤害自己来报复我吧 谁伤害自己了 真的是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跟您说你真的很不懂事 你知不知道圣旨是要公募起来的呀 快快快快快 见过叶大人 大小姐她哪儿不舒服呀 也不知道怎么了 原本好好的就突然间看不见了 这边这边这边 快 几 一 这是几 七 大夫这这这这 从脉象上看大小姐没什么病相 这还没什么病 也没什么大碍 可能是最近有些操劳过度 神经过于紧张 影响了视力 我给她开些醒脑明目的药 不消几日也就好了 大夫 这还算没什么病啊 这 对了 还要给她多吃些 猪肝 鱼肉 对她有好处 行 谢谢你啊太医 那个我送您出去吧 辛苦了 姐姐 我是远宁啊 远宁 我知道你 别闹啊我忙着呢 送完太医回来跟你玩 远啊 这 女儿啊 把这鱼眼睛吃了啊 对眼睛好 张嬷嬷 今儿厨子怎么了 所有菜都没放盐 只要这一点味儿都没有 你去厨房把盐巴还有辣椒 给我拿过来 是 萌萌 你给我多加点啊 是 快点多加点 好 好 萌萌 你到底加了没有啊 烂了 这到底怎么搞呀 眼睛还没好 怎么嘴巴又不好用了呢 是啊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来 来 叶大人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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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来 我要不得了 干什么 你不行了 我不得了 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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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袁安 握着笔 写下来 这里 敏慧 你见过敏慧 你跟她做什么了 打 你跟她比武了 敏慧 你的手怎么了 还溜着血 干不小心摔了一跤 不打紧的 赵大人 我今日放你走了 不削几日之后 也许你还会回来找我 到时候 可就是力滚力了 袁安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 我去找明慧郡主 老师 老师 我想跟国师要一种 一种毒药 为什么呀 没有什么东西 比人的性命更宝贵 也没有什么本事 比要人的性命更厉害 我想要一种最最厉害的毒药 只要我想要 我的敌人马上就能死掉 现在他属于你了 不过我提醒你 不到锦药关头 我是遇上最难缠的敌人 千万不能用 敢问国师 这个毒药 真的马上就能要了 人的性命 取人性命 不如逼人就范 这种毒药无色无味 察验不出 它不会让你的敌人 立刻就死 而是在临死之前 有时间思考 判断 究竟是要做你的奴仆 听命于你 还是要做你脚边 一具冰冷的尸体 懂了吗 赵大人 明慧郡主身体不舒服 不想接你 兰芝 有什么话不能明天再说吗 王爷大概不知道吧 现在有人的性命 危在旦夕 您还让我等到明天 赵大人 快点 赵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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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接 赵大人